日前爆发不肖厂商跟军方人员勾结 把使用保水剂增加重量的猪肉卖到军中 台南地检署在第一波起诉14人之后 又追加起诉79名被告 其中还包括37名军人 最高阶级是中校 冷冻库的肉品看起来没异样 但其实有的售价被刻意抬高 有的则是罐水需增重量 检方查出国军复工站跟食品业者勾结收费 将这种肉品卖到军中 今年6月才有14名业者和军职人员被起诉 现在又揪出79个人 检方表示被起诉的41名业者 分属9家食品业 业者透过买通国军副食供应中心管制室的官员提供检验资讯避免不良肉品被查获 还透过行费喝花酒的方式勾结采购官兵 要他们配合采买业者指定的肉品 而其中有四家业者更用超量的磷酸盐保水剂灌水增加肉的重量 指定购买这家厂商的商品 另外就是有虚报价格 以及盗卖一些已经购入的军中副食品 再盗卖出去 另外台南空军443连队还把餐厅火石标案给根本没有厨房人力的公司 并且配合伪造打卡记录 让德标公司再下包给其他厂商 包括其他涉嫌收费的军方单位或舰艇 总共就有12个单位收费金额超过130万元 全部都一贪污或伪造文书罪嫌起诉 记者王介村陈显坤谈来报道